反习反党老灯开讲 各位朋友好 借着你们格外亲 先说昨天发生的保定交通局被纵火烧毁 有网友爆料说 保定交通局大厦 原来是保定农村商业银行 也叫保定农村信用社 是保定农村商业银行的大厦 保定农村商银行的行长协款潜逃 后来银行就把大楼转让给交通局了 为什么是交通局这栋大厦的顶层着火 网友也爆料说 是因为交通局的领导都在顶楼办公 有一位局长潜规则女下属 是他们交通局财务处的一位女干部 这位女干部跟局长搞破协 女干部的老公发现报复 多次上访无效 这次就来纵火报复 她以找老婆为名 顺利进入交通局大楼 用提包里的汽油引人领导所在的顶层 纵火者已经被抓 领导伤亡不知 这就是搞破协引发的纵火案 其实都是想不开 我在讲故事的时候讲过 我大大爷的名言 他不说搞个小破协也不至于开枪 还有那位农村妇女说的 搞个小破协也不至于用炮轰 这局长搞个小破协也不至于烧大楼 都是想不开 这局长跟你老婆搞个小破协 你也不至于纵火 搞得一栋大厦烧没了 太可惜了 中共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再有一个月就会召开了 今天有消息透出来 三中全会会做出以下这方面的决议 这则爆料消息说 中央少有提前预告三中全会悉意解决的问题 第一是首次提出各阶党委政府要三中鱼 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毛泽东思想 这是第一次提出三中全会 要第一次提出这三中鱼 第二首次提出要总结改革开放的经验教训 要改革一切阻碍人民群众利益 有害社会进步的东西 第三首次提出以工人阶级领导的 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无产阶级专政 恢复对贪官的死刑 夯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念 第四首次提出走共同富裕的道路 而不是由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道路 要解决四难 住房就医上学养老难问题 第五首次提出坚定不移 推进社会公平正义 让人民群众真正享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享有话语权和建议权 确保人民当家作主落到实处 第七首次提出完善和创新社会主义制度 找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发展的理论方向 主要是什么要建设中国式现代化 总之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将于七月份召开 首次提前一告要解决的重大问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创新信号 三中全会的相关决议会围绕着这些问题 给出方案 这则爆料消息 我觉得既真实又不真实 真实是可能他会提出这些东西 提出这些说法 很多是首次提出什么三中鱼 什么总结改革开放的教训 什么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共同富裕 什么让人民群众拥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拥有什么话语权建议权 会说这些漂亮话 因为他现在中共现在政治经济危机 他需要提出一些改革开放的口号 大家感觉到他们又重归改革开放了 但是这些东西绝不会落到实处 让人民群众真正拥有广泛权利和自由 那可能吧 享有话语权和建议权 那这有可能吗 你说一点错话 现在都是妄议中央反对习总 那怎么可能啊 现在就高层干部都不能乱说 何况我们老百姓了 我倒觉得三中全会以后 可能很多事情会越来越紧 越来越严 因为他经济现在越来越不好 政治只能越来越收紧 三中全会提出什么漂亮的口号 都不会落到实处 都是骗人的 提前告诉大家 大家有个心理准备就完了 这次三中全会 此前就有消息说 习近平计划在会上 提拔夫人彭丽媛进入政治局 5月初 习近平离京出访欧洲前 中共通过社媒 流传出一张彭丽媛身穿军装 视察军事院校的相片 相片配文 著名彭丽媛的身份 是中央军委 干部考评委员会的专制委员 负责中共军中高级将领的选拔 这张照片 随后引发了多方关注和分析 5月30号 有新流出的最新爆料 所谓的中央军委干部 考评委员会专制委员 只有彭丽媛一个人是专制委员 这个委员会 只有一个人是专制委员 这个委员会就是给彭丽媛设立的 彭丽媛实际上 已经掌握军队任免权 长达七年 外界对此还一无所知 在习近平军改期间 彭丽媛先是调到国防大学 于2017年4月 出任国防大学军事文化学院教授 兼博士生导师 但这只是虚职 他同时期开始担任军委干部 评审委员会专制评委 经过查证 中央军委的正式编制 根本没有什么干部评审委员会 这个机构 这个机构是临时的 就是为彭丽媛设立的 也只有彭丽媛一个专制评委 这件事之所以披露出来 就是因为此前的一张照片 就是彭丽媛视察院校的那张照片 照片上彭丽媛视察的是海军工程大学 也不清楚具体的排摄时间 但是这张照片 一直挂在海军工程大学的一面墙上 在很显著的位置 但是没人注意 也就是说彭丽媛从2017年至今 掌控军队将领的升迁任免 已有七年 大家一直都蒙在鼓里 事情已经披露 在军中反响很大 暴露消息说 大家感觉现在中共中央军委 就是夫妻店 习近平夫妇俩说了算 这两口子都掌握中共的军队 这样人感觉很诧异 现在中共国谁权力最大 不是习近平 而是彭丽媛 因为彭丽媛掌握军队人士 至于为何这张照片在这个时候披露出来 让彭丽媛的职务被曝光 一个可能是习近平有意这么做 不是什么无意披露的 在三中全会之前 给军方打个预防针 让大家知道彭丽媛这个职务 这件事也许是反习派故意泄露的 因为估计习近平会在三中全会 对军委班子进行大调整 军队对此不满 因此有意往外放风 此前就有消息认为习近平为个人独裁 可能会安排彭丽媛接班 或者在自己患病时掌权 而中共兴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彭丽媛为巩固权力 就只能依靠军队 不过现在中共乱政越来越多 麻烦事越来越多 如果习近平出事 可以预料中共爆发内战 不可避免 彭丽媛恐怕就没机会接班了 虽然短期内看不到彭丽媛进入政治局 出任重要职务的迹象 但山东籍的彭丽媛 在人事上获取有了巨大的建举权 这和很多山东籍官员的任命 或受重用都有关系 彭丽媛私访调研的同时 也在接触考察官员 而山东派的官员 都已对中共高层最忠诚称 有人对于彭丽媛入局接班习 持完全否定态度 认为彭只是习的政治花瓶而已 但实际上 中共政治变局的种种可能 都是存在的 二十大上习样手下的会场 驾走前党魁胡锦涛 一统官场 大权稳固 堪称习帝 既然有皇帝梦 也有称帝之石 习要保习朝永续 自然会考虑接班人 尤其是在国内国外危机 同步加深之后 习要保证自己退位不被清算 或任内死亡也不被清算 他可能以秘密的找进班人 且必须是自己真正认为可靠者 彭丽媛在习之后掌权 并非没有可能 另一方面 如果彭丽媛日后掌权 主要危险来自习家军 这可能是习自己 现在也忧心的事情 所以港媒在五月初 释出彭丽媛视察军事院校的照片 似乎暗示 曾在军队梯队建设中 早有埋伏少众派人马 对习家军各派有警示之意 习近平在上周四23号 于山东考察期间 召开企业家和专家座谈会 他听到有关创新 以投资的发言时 习近平问 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 下降的主因是什么 人民日报当天的报道 未有提及 是否有人回答习近平这句话 只含糊的写道 问题是时代的声音 问题清单亦是改革清单 有分析认为 中共将调动国内资源 培育本土的独角兽企业 同时降低对外国风险资本的依赖 根据胡润研究院4月份发布的 2024全球独角兽榜的数据 全球有1453间独角兽企业 美国占700多间 美国差不多占了一半 中国只有340间 而去年中国新增的独角兽企业 数量为56间 较前一年的74间为低 经习近平一问 网民急急给予解答 网民说主要是没人敢投资和做大了 做大等着被国有吗 线下所有允许民营从事的行业 都已经被线上毙了 都已经被线上滑了一遍 再滑了就和体系内抢饭吃了 有人甚至直言 习近平本人就是问题的答案 为什么独角兽新增企业下降 那就是习近平的问题 中国经济不景气 中共前洋行行长钟表川 对中国的经济情况表示不乐观 他对中共的各项经济政策也并不看好 他近日公开表示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 周小川曾在美中贸易战的关键时刻发声 当时他讽刺习近平不懂经济 这次又对当局楼市政策欲言又止 再次引发舆论的关注 很久没有露面的前中共银行行长周小川 近期对中共的房地产新政发表了看法 他似乎对当局出台的所谓史上最强的救世大招 并不看好 他认为应该学习日本的经验 5月23号周小川接受日经新闻采访 就中国房地产行情的走向 表示这次下跌是从来没有过的经历 针对目前的行情 他承认市场下跌的速度比决策者们预期的要快 同时他也指出应学习花了很多年时间来应对房地产泡沫的其他国家 尤其是日本的经验 周小川特别提到 跌速超过中央决策者的预期 在中共当前所有党政之事都必须定于一尊的政治氛围下 周小川似乎是在向中共党会习近平发出一种提醒 楼市下降速度比预期快 说明习近平当局对中国经济情势及未来的发展趋势的判断错误 同时也高估了老百姓的购买力 日本在当年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后 出台了很多相关政策 其中针对金融系统很快成立了整理回收机构 着手对金融机构进行重组 以及处理大量不良资产 这次周小川接受采访 说中共应该向日本学习 2019年的时候中小川卸任央行行长不久 他出席北京的一个论坛 他谈到当时的美中贸易战 他表示观察当前的全球经济 有一些新上台的领导人完全违背经济学理论与诚实 在体制和政策选择上似乎主要依靠商业直觉 中小川称相信这种不尊重科学和前人积累理论和知识的做法终将会碰壁 当时中共媒体声称周小川是暗指美国总统川普 但是外媒则表示周小川这番话 实际上是有意无意间 曲线批评习近平 只讲政治不懂经济 特别是周小川最后那句 周小川说经济学并未向想象中的普及和深入 经济学的研究和教育仍然任重道远 应该就是直指习近平 这也反映出美中贸易战爆发后 中共所谓的精英阶层已开始更多的讨论以反省 在当下中国房地产爆雷后的破坏力 正在撞击中国的经济政治以及社会各个领域 各种危机到了爆发的临界点 作为中共金融系统的最前唯一人士之一 周小川这次喊话 决策者学习日本处理房地产泡沫破灭的经验 或许是他看到了巨大的危机正在逼近 温乐环节请看视频 你发现没有 在我们国内很多大人物嘴里 有几个词语很少出现 自由平等博爱人文关怀 普世价值几乎成了伪敬词 反而情商做人成了常见词 其实情商做人根本就不重要 人最重要的是有人性 把别人当人 而不是人吃人人整人 这个社会缺少温度 人除了有受性之外 还有受性没有的东西 叫做人性光辉 今天就讲到这里 大家记住民心就是真相 民意就是力量